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那些狐朋狗友就会聚集在你身边 而那些正人君子就会弃你而去 要是听到别人赞美自己就感到不安 听到别人批评自己的过错就觉得欣慰 这样正直的朋友自然会亲近你 春秋时期 蔡国的国君蔡桓公 就是个听不得别人批评的人 一天 有名的医生扁鹊 拜访蔡桓公 看出蔡桓公生了重病 建议他尽早治疗 可蔡桓公很不高兴 就没理他 又过了几天 扁鹊再次提醒蔡桓公治病 蔡桓公还是不听 就这样 扁鹊反复劝说了几次 蔡桓公都无动于衷 最终不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